2015年之前 如果要给人推荐魔幻风格的开放世界游戏的话 无脑推上古卷轴5就对了 到了2015年之后 巫师3成了新一代的选择 这游戏争给了我们一个十分丰满的魔幻世界 一旦玩进去 上百个小时下来都还一犹未尽 我记得之前给一个没玩过多少游戏的同学介绍巫师3的时候 他很礼貌的跟我说 傻子早就玩过了 足以可见这游戏玩家群体之果 不过我发现虽然玩过巫师3的人有不少 但是真正了解这个IP的算不上多 前段时间上述提到的那个同学到我家里来玩耍 看到我书架上摆着的猎魔人系列小说 他惊讶地问我 哇巫师3出书了吗 我只好耐心地跟他解释 哼 傻子是先有的小说才有的游戏 为了更好地给他科普 我还专门去了解了这整个IP的发展史 这一了解下来发现难说的还挺多 所以这次我就打算做这么一期视频 跟大家聊聊猎魔人这个IP 它或许比你想象中的更加庞大 1986年 波兰的科幻奇幻杂志幻想文学 搞了一次写作大赛 一个叫做安杰伊萨普科夫斯基的师傅 一时冲动就写了个短片去参赛 这个短片叫做《逐恶而来》 讲述的是猎魔人杰洛特的一个历险故事 这也是萨师傅写作生涯的第一篇小说 在此之前 他从事的是外貌方面的工作 也翻译过科幻小说 在那次竞赛中 《逐恶而来》获得第三名 比名词更重要的是这篇故事 在读者群体里引起了不小轰动 萨师傅本来是想写个故事 拿点脚 然后拍屁股走人的 但是读者的热情 让他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 于是他寄予《逐恶而来》的世界观 穿作了一系列作品 这就写成了在奇幻小说界 有着一定分量的猎魔人系列 猎魔人 在波兰语言文里是这个单词 这是一个新创造出来的词汇 是由波兰语里的女巫洋性化而来的 这个词表述的是杰洛特的职业形象 具有一定的贬损意义 术士们经常用其形容那些 只能非常有限的使用魔法的男性 大概意思就是 娘们兮兮的魔法使用者这样 然而女术士才是这个系列里 最不好惹的一类人 反正系列最早的一部书 就是用的这个词作为名字 这部书是1990年发行的短篇小说集 目前已经绝白 现在市面上大麦的猎魔人系列小说是以下几本 前面两本收录了杰洛特的短篇故事 后五本是一整套的长篇小说 故事的焦点从杰洛特跳到了他的女儿西里身上 同时故事的格局也更加庞大 南北方的残酷战争 人类和非人类种族间的激烈冲突 女术士的狡诈阴谋 以及上古预言等等元素的加入 让整个猎魔人的世界观丰富了起来 系列小说在1999年就完结了 不过2000年发行的结束是另一个开始 含有两篇猎魔人世界观的作品 2013年又发行了一本外传作品《暴风雨季》 猎魔人小说的笔触有时略带幽默讽刺 有时又饱含细腻的情感 它虽然描绘的是一个斯拉夫神话风格的魔幻世界 但是却能让读者产生对现实生活的思考 这主要是因为猎魔人的世界并不是黑白分明的 萨布科夫斯基想要强调的是每个人身上的灰色部分 包括主角在内的每个人都是复杂的 甚至是带有矛盾的 这些鲜活的人物构筑成了这个充斥着激烈冲突 又引人深思的世界 我们能从中看到真实的影子 也能感受到直击心灵的东西 萨师傅凭借这个系列 先后多次获得波兰幻想文学最高荣誉扎伊德尔角 现今这个系列已经被翻译成了近20种文字版本 在世界各地展示着它的锋芒 随着小说的成功 游戏开发者很早就产生了将其改编成游戏的想法 最早弄猎魔人游戏的不是CD Project公司 而是一个叫做Metropolis的工作室 1997年 这个工作室以少的可怜的价钱 从萨师傅那里得到了游戏的改编许可 打算以小说为基础 开发一款3D动作冒险游戏 人物设计参考了PS1上的初代铁拳 场景设计参考了生化VG1 战斗系统参考了最终幻想7 看得出来开发者还是有一些想法的 只是可惜 那个时候波兰的游戏产业比较落后 开发这样一款游戏非常困难 这个项目也最终被扼杀在了摇篮里 只有一些人物模型和概念草图留存了下来 第一款真正可以玩的猎魔人游戏 诞生于2002年1月16日 这是一款手机游戏 连游戏画面都没有 就是通过发短信来进行巨型互动 这个游戏也没能在波兰引起太大波兰 最终消失在了历史长河里 真正轰动游戏界的猎魔人系列游戏 诞生于CD Project公司 公司创始人之一的Martin 马哥最早是倒卖盗版游戏叠的 那个时候波兰还没有版权法 而且对于波兰人民来说 能玩上游戏就不错了 哪有什么真盗版意识 不过到了1994年 波兰发布了版权法 也就是在那一年 马哥创立了CD Project公司 梦开始了 CD Project最开始干的是 给游戏本土化的工作 他们本土化的不得之门 在波兰大麦 马哥发现只要游戏素质够好 波兰人民是愿意花钱 买本土语言游戏的 他看到了商机 是时候试试开发游戏了 比起创造一个新的IP 去找一个已经火的IP来做 要更著名一些 于是他盯上了 猎魔人系列小说 他本身就是这个系列的中式粉丝 2002年 马哥找原作者萨师傅 购买改编权的时候 提出了分红的方式 但是萨师傅觉得 你整个破游戏能有什么红利 赶紧的随便拿笔钱给我就行了 就这样改编权搞定 接下来就是把游戏给弄出来了 经过了艰难的摸索奋斗 2007年 The Witcher发行 国内草率的翻译成了巫师 这个一名也沿用至今 这部游戏设定在 小说故事结束的五年后 杰洛特展开了全新的冒险故事 巫师发行后 拿到了一些奖项 积累了一定的玩家群体 但是还不至于 一张公司赚的盆满钵满满 随着金融危机到来 公司很快陷入了财成困难 通过裁员 关停一些部门 放弃巫师的一致重置计划 才勉强挺了过来 之后随着公司上市 钱的问题得到解决 2001年 续作《巫师2国王刺客》顺利发行 该座延续了辉煌 获得了很高的销料和国际声誉 截止巫师3发布前 巫师1和巫师2 累计达到了500万份销料 这也使得公司 有足够的金钱和动力 开发巫师3 这次公司更加陈述 到位的推广时的巫师3发售前 就博得了不少眼球 发售后更是寂静思作 在优秀大作《喷锦士》爆发的2015年 力压合金装备未患痛 血缘诅咒 辐射4等强力作品 夺得了TGA2015年年度最佳游戏 在业内名声大噪 目前整个系列已经突破了5000万份的销料 其中巫师3占了一半 看得出来 制作组在开发这款游戏的时候 是走了心的 游戏的整体氛围很符合援助给人的感觉 每一句台词 都能感受到开发者对这个IP的热爱 巫师3连防盗版的加密技术都没有使用 他们知道只要游戏质量够硬 玩家是愿意掏钱买单的 后来巫师3还推出了 《十字星和血鱼九》两个资料片 每个资料片的时长都抵得过别人一部游戏了 这样充满诚意的表现 让CD Project在玩家群体中获得了波兰蠢驴的美名 游戏也大获成功 原作者萨师傅当年没接受分红方案 真是亏大了 不过后来双方坐下来谈了以后又达成了新的合作 巫师3在开发的时候定过一个小目标 就是让玩家能玩100个小时以上 为了确保这个目标实现 他们在游戏里弄了个杀时间的小游戏 昆特牌 结果昆特牌疯狂受到追捧 很多玩家在游戏里满世界找女儿世界 满世界找人打牌才是真 于是CD Project顺势就把昆特牌做成了独立的游戏 游戏于2018年推出分为两个部分 一部分是线上打牌的无视之昆特牌 另一部分是单人战役模式 网权的陨落 也是卡牌游戏里值得一玩的精品了 以上就是猎魔人系列游戏的主要作品了 其实CD Project还跟其他公司合作开发过一些 比较冷门的猎魔人游戏 包括2007年发行的手机游戏 猎魔人血腥之路 2008年发行的免费多人格斗网页游戏 猎魔人对决 2014年发行的手机摸把游戏 猎魔人战斗竞技场 甚至还有实体卡牌游戏猎魔人冒险卡牌游戏 和桌游猎魔幻冒险游戏 以及这个桌游的电子游戏版本 是不是感觉这个IP作品还挺多 但这还只是一部分 猎魔人还出过不少漫画和影视剧的作品 1993年到1995年 6篇按照原著里的短篇小说改变的漫画在波兰发行 漫画里人物的形象跟游戏里完全不是一回事 毕竟这系列漫画可是比游戏早诞生十几年 后来巫师系列游戏大火之后 CD Project趁着跟美国的黑马漫画合作 推出了一系列原创漫画 人物形象源自巫师2和巫师3 讲述的大多是不同于小说和游戏的新故事 至于影视剧方面 其实早在2001年就出过一部猎魔人电影了 这部电影魔改比较严重 很多设定都跟原作天差地别 获得了较低的评价 这部电影在波兰上映一年后 同名电视剧也推出了 其实电影就是电视剧的缩减版本 现在提到猎魔人电视剧 大家首先想到的还是网费在2019年年底推出的猎魔人电视剧 这个电视剧其实也对原作略微做了一些改动 不过大体评价还是偏向正面的 这个电视剧上线的时候 猎魔人IP又迎来了一波热度 巫师3steam在线人数突破10万大关 比游戏首发的时候还高 不过不少玩家表示回游戏是为了洗眼镜 因为电视剧里不少角色的形象实在让人幻想破灭 好了 以上就是猎魔人这个IP目前推出过的作品了 三十几年的发展史还是积累下来不少的 光是收集整理资料就花了我不少时间 现在这个IP依然在延续着生命里 原作者萨师傅或许还会续写这个系列 巫师系列游戏续作也未来可期 这些都还比较遥远 不过一支快要推出的作品目前也有不少 影视剧方面的话 猎魔人电视剧第二季定于2021年12月17日播出 如果觉得几个月的等待比较漫长也没关系 王妃会在2021年8月23日首播《巫师狼之噩梦》 这么一部系列延伸的动画电影 讲述的是杰洛特的导师维瑟米尔年轻时候的故事 影片里有一名女书士跟她走得挺近 搞不好老爷子年轻时候玩得比杰洛特还滑 漫画方面 CD Project跟日本的一个漫画公司合作 制作这一部叫做《巫师浪人》的漫画 讲述了制药大人杰洛特 为了寻找学女而踏上旅程的故事 发行时间目前还没公布 其实早在2019年CDPR就出过日本风的首办了 看来这杰洛特是要进军日本市场了 这不是抢我动营杰洛特的饭碗吗 除了上述这些以外 近期还有个作品是我特别期待的 那就是《巫师救世纪》 这是一款由波兰本土桌游厂商 高恩波的与CDPR合作推出的桌游 在国外的众筹平台上挺火的 看名字就知道 这个作品的时间背景是设定在遥远的过去 这也算是扩充了IP的世界观了 这个IP虽然叫做《猎魔人》 但是不管在小说、游戏还是其他作品里 《猎魔人》都已经是一个西洋行业了 活着的《猎魔人》都没几个 而在这部《巫师救世纪》里 我们可以回到《猎魔人》的黄金时代 扮演各个派系的《猎魔人》展开冒险 既要同怪物厮杀 又要与其他玩家竞争 这个桌游目前还玩不到 在新物级上可以预约 看媒体评价说 卡牌战斗的玩法不难上手 但是挺上头 故事情节带点小幽默 又会冷不防 丢些是非难辨的艰难选择给你 看起来还是挺对味的 反正光是看着这些模型 我就有一些小心动了 期待它的上市 那么《猎魔人》IP的发展史 也就讲到这里了 从诞生到现在 不断有各行各业的人 对这个系列添砖加碗 小说、游戏、影视剧、漫画 卓游、各种媒介形式 互相成就 扩大这IP的影响力 随着IP的扩大 有些事情就不好捋了 国内大多数玩家 都是通过《乌十三》 才知道的这个IP 我也是这样 简体正文版的《猎魔人》小说 也是在2015年 《乌十三》发行后才出的 封面还是用到游戏形象 在世界的很多地方 游戏的锋芒都盖过原著小说了 不知道对于这个现象 不怎么喜欢玩游戏的萨师傅 心里是什么滋味 不过当别人拿着游戏盒子 找他签名的时候 他也不会拒绝 毕竟对面那个孩子 也是出于对这个系列的热爱 萨师傅已经70多岁了 当别人问他是否会续写 这个系列的时候 他说肯定会的 眼神中饱含着坚定 和对这个系列最初的热爱 老爷子最初也是因为 读者的热爱 才坚持创造出了这个系列 《乌十》系列游戏大获成功 也是因为里面 饱含了开发者的热爱 30多年过去了 这份热爱还在延续 不管以后会有多少不同的载体 来表达这个有关烈魔人的世界 只要里面存在了那份热爱 他就必然会延续着辉煌